大家好,上一课我们已经了解了PVP中的这个观察者模式 这一课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的这个策略模式 好,下面我们开始 策略模式它定了一个算法组,分别封装起来 让它们之间可以互相替换 这个模式我们让算法的这个变化独立于使用算法的这个封装类 首先我们在实现这个模式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封装 这个封装它是把这个行为用接口封装起来 我们可以把那些经常变化的部分 从当前的这个类中单独取出来 用接口进行单独的封装 好,接着我们就要有一个互相替换的这个过程 它替换的是我们这个中间经常变化的这种策略 就是我们封装好了接口之后 我们通过指定不同这个接口实现类 进行我们的这个算法的变化 在这个模式中算法是从复杂类里面提取的 要可以方便的替换 例如我们要更改一个搜索引擎 它的这个排名出来的这个算法 对吧 我们的排名肯定有很多种算法 好 我们把这个不变的这个部分我们就封装起来 例如我们这个搜索页它有几个部分 第一个我们是一个便利的页面对吧 第二个部分我们是对每页进行这个排列 然后我们要基于这个排序的结果做一个排序 在这个场景中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不同的这个排序方法 我们可以抽取出来做成我们的这个算法的这个策略 对吧 是 然后我们在使用搜索引擎的时候 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不同的排序结果 那我们只要更换我们这个排序策略 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这个目的了 好 也说了这么多 我们来看一个实例 我们展示一个用户列表的这么一个类 然后呢 我们根据我们这个不同的这个方法 用来查找一组用户 好 我们看代码 首先我们定义了这么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里面我们定义了一个方法 叫做fiat 对吧 然后 我们紧接着 定义了两个这个策略 实现这个接口 第一个 我们里面有个自己的这么一个属性 叫做内 然后接受一个构造函数 然后有个构造方法 接受个参数 然后我们看我们的这个fiat实现 它是根据我们的这个 内 跟我们这个要需要排序的这个record 做一个比较 对吧 好 这是它的这个过滤方法 然后我们看这个随机的 我们发现它就只在取一个随机数 如果大人1.5 那么它就返回处了 对吧 好 这是两种不同的策略 然后我们看我们的使用 我们首先有一个user list 是每个用户列表 然后我们定了一个自己的属性 用来存储这个用户的列表信息 然后我们也有构造方法 如果构造方法里面有一个接受一个参数的话 如果传进了这个参数 并且不为now的话 那我们就用这个list用来存储它 对吧 同时我们还提供了一个add方法 对吧 那么我们在查找这个用户的时候 查找这些满足我们需求的用户的时候 我们就提供了这么一个fit 这么一个过滤的这么一个对象 对吧 好 然后我们把我们用户列表 做一个便利 这里面就调用我们fit对象的提供的fit方法 它就能过滤我们用户里面满足需求的用户 然后过滤出来之后 我们就存储在我们的变量中 然后返回 对吧 看起来很简单 然后我们看如何调用 首先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用户列表的这么一个数组 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构造函数 生成了这个user list的对象 那这个对象里面的这个下满下list的这个属性 就是我们这个数组了 对吧 好 然后我们再查找这个用户的时候 我们使用了第一个策略 按照我们这个名字 对吧 来获取 好我们第二个查找方法的时候 我们就使用了个随机的方法 那他们俩查出来的用户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吧 来 行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 我找到了三个用户 对吧 我们第二种方法 好我们一个用户也没有找到 好我们多运行几次 因为它是随机的 所以它找到了 好我们的第一个策略方法 它因为是固定的按照这个名字来比较 按照这个大写的字母接来比较 所以它还是不变的 对吧 来我们再执行 好 还是没变 我们再执行 看 第二个策略方法 因为它随机数有变化 对吧 所以它找到了两个用户 好 这就是一个根据我们不懂的这个策略 来实现我们这个不懂的方法 对吧 所以如果我们要换另外一种策略 假如说 我们就查找这个姓名是一个AK头的 对吧 来 我们在这里实现一个策略的这个接口 假如我们Fund0 位置 A 我们就定义了这么一个策略 然后我们实现这个接口 好 我们实现里面的这个Fund0的方法 对吧 来 好 我们主要是要做一个record里面 如果包含我们这个A的 首先我们这个record我们要转换成消息 好 如果它不为False 对吧 就说明它包含我们这个A字符 然后就return2 否则就returnFalse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一个是包含我们的这个 来我们复制 哪一个包含我们这个A了对吧 来我们犯的位置A 然后我们翻出来 来我们执行 A我们可以看到 看这三个姓名里面都包含我们字母A 所以它都被找出来了 对吧 好 如果我们这三种策略都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那我们只需要实现我们这个策略这个接口 然后里面的方法做一下修改 对吧 然后我们在调用的时候 传进去不懂的策略方法 就能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好 这一刻我们就到这里了 好